但我問這個女生,你覺得在拉琴上有什麼想學呢? 我想學情感表達,我說什麼呢? 我說情感表達是什麼呢? 然後晚上七點半,我去了西灣河文娛中心聽一個演唱會 就是一對香港的歌唱組合,這是他們的長刊 但是坦白說,那個演出真的很悶 我相信他們也不會在看這個直播,所以我不怕說 那個演出真的很悶,音又不準,又不是很齊 我其實覺得有一點可惜,他們這麼難得有一個直播的演唱會 但是出來的效果是這麼普通 你給點感情吧,然後我再在想,感情是怎樣給的呢? 感情有沒有得給的呢? Empathy,以對方的處境去感受,不一定是不開心的事情 你才知道要明白對方的開心,亦都是需要Empathy Tchaikovsky的很多作品,都是帶這種不開心的 他就算寫一些開心的東西,都是不開心的 還有他寫開心的東西,你覺得很容易就會爛的 但是你總是有一個感覺,好像下一秒就會不見了 如果有些事情跟你有切身的關係,比自己更加重要 當你覺得它是個人的的時候,觀眾才會有聽下去的意義 你的演繹,或者你的演出,或者你的拉奏 可以隨時被人拿走的,即是不是很個人的 你想想想想,你有些什麼東西對你來說是很重要 或者最重要,你會不會輕易被人拿走 可能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回憶 可以讓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在你所重視的東西身上 你會很重視你出來的音色好不好 歌詞如果是想表達一種開心,或者是不開心 到底你的語氣,你有沒有做到呢?有沒有做足呢? 即是感情是很淺的 開心也是差不多的 不開心也是差不多的 全部都是Massu Forte,Massu Piano,場地又冷 我唯一的收穫就是讓我去想想這些感情的東西 不是我自己的感情,只是想想情感的表達 我們多聽一些錄音,或者多看一些不同的小說 讀一些詩集,可以豐富到我們的情感 你的心是麻木,那你拉出來的東西怎麼會有感情呢? 你又不是很個人的 即是你對你所拉的東西,你又覺得 哦,沒錯是我拉,但是我要做些什麼呢? 你都沒有想過怎樣去拉好一個樂句 你連最簡單的唱準 音準,或者是追求節奏的準確 這一點你都做不到 那你給些什麼人聽呢? 當你覺得一首歌的情感很難表達的時候 你要從這一兩個方法,從這兩件事去出發 梁朝偉演技很好,我想不只是技巧 技巧呢,你去過訓練班,你都應該大致上都學到的 但是理論上是一些工具來的 為什麼有些演員會抽離不到角色? 因為角色對他們來說太個人 張國榮抽離不到,蝙蝠俠裡面的小丑抽離不到 但是看一套電影,或者聽一場演唱會 其實我們就是想看這個演員有幾抽離不到的角色 你怎樣能夠令這個樂句屬於你呢?